早安YouTube 我是藤原 Ohio YouTube Fujibaldis 我是一个线上日文家教 在这个频道我会用浅显易懂的方式 分享初学者也能秒懂的日文知识 今天我们会开始一个新的系列 这个是为了零基础 完全没有学过日文的同学所制作 但这边不免俗的要跟大家说一下 学一个东西最重要的是动机 如果你动机够强够明确 那没办法你也会想办法 如果动机不明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学 那再好的内容也很难学会 就像藤原自己以前也没这么好的频道可以学 但因为那时候刚好有非学好日文不可的理由 至于是什么理由先卖个关子 以后观众多一点再说明 总之先帮自己找一个非学好不可的理由 是非常有帮助的 可有可无的话真的干脆不要学 藤原这边会先从五十英开始介绍 就如大家所知 学日文你至少要先会看懂那些符号怎么念 首先你要先知道日文这个语言 是由三种东西所组成 分别是平甲名 平甲名 汉字 我们中文母语者 基本上只看得懂汉字 所以你看到日文的时候 就会直接念汉字 然后用汉字猜测它的意思 在大多数的场合下 意思是类似的 但是也有很多的情况 日文汉字跟中文汉字的意思是完全不同的 这部分就能区别出你到底是不是真的看得懂日文 在这个系列当中 我们会在一集介绍五个左右的平甲名 然后各取一个日文单字 让各位比较好记忆 同学可能会有疑问 为什么要先学平甲名 我不能先学片甲名或是汉字吗 这是因为平甲名在日文当中 是最广泛被使用的 而片甲名在现代日文当中 是拿来表示外来语 或是强调性的词汇 比如说像杯子 CUP 就是从英文CUP来的 这时候我就用片甲名表示 至于汉字的话 这是用来辅助平甲名的使用 比如说 郵便局 是邮局 但如果我全部都写平甲名 就会看起来又臭又长 所以把它绘整成汉字 简洁明了 但说日文是以平甲名为主轴也不为过 所以日本的小孩 一开始也是先学平甲名 就像我们会先学注音符号一样 那今天我们就先来介绍 最基本的五个字 同时也是日文母音的 AEUAO 如同我们在 无时音记忆法影片中 所介绍的 AEUAO 也是各代表一个段 所以总共有五段 那因为也有行这个东西 总共有十行 第一行当然也是A 所以我们看这个表 阿都是第一个字 所以我们今天学的这五个字 是母音 是五段 也是阿行 可以说是最重要的五个字 那马上进入我们第一个字 では始めましょう 在开始之前 希望同学可以先拿出纸笔 因为如果你可以做点笔记 加上自己动手写在纸上 那才是最能吸收成自己的东西 好的我们可以看到 阿是这样写的 同学可以注意一下笔顺 这个字要写得好看的重点 在你的第一笔 要跟第三笔这个部分平行 要记住这个字 建议同学用爱这个字去记 日文的爱这个字 汉字也长得一样 平甲名就是爱 也就是说你记得这个字 就同时记了两个平甲名 就是第一个阿跟第二个一 比一个一个记还有效率 而且有意义 所以就直接看一的写法是这样 一的话就是注意 它是有点弧度的 不要写得过于笔直 应该说平甲名整体而言 都是比较圆弧形的 接下来是第三个字 一样注意它的这个优美的线条 还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 日文的发音都比较含蓄 所以这个发音嘴巴不用撅起来 频频的发声 不是乌 是乌 像这样即可 要记得它可以记上面 这个字 没有错 你记得 的同时 也顺便记得了第四个字 要注意 只有两笔画 也就是说第二笔是一气呵成的 接下来是第五个字 不知道为什么常常会被看成阿 但是它跟阿有两个关键性的差异 就是第二笔的方向 阿会稍微偏右 哦的第二笔跟第一笔几乎成90度之角 然后哦的右上角有一个点 要记得这个字 可以记哦 各位可能会想 哦是什么东西 这其实跟中文的哦哦 差不多 是表示了解的回应 比如说哦 なるほど 就是哦 原来如此 我这边选字的原则是 尽量不要跳到后面的字 并且方便好记常用 也就是说 说第一排的阿行 阿伊油耶哦 这样就记好了 把意思创接起来就是 爱 上面 哦 我们每个人都需要爱 爱 而当我们往上一看 ue 哦 我们发出一声惊叹 我们的所爱 也许是神 是佛祖 也许是家人 就在上面眷顾著我们 守护着我们 这只是一个记忆的方式 当然要一个一个记 不要赋予意义也可以 不一定要用这种方式 这边的制作只是一个参考 至于50音系列的影片 因为腾圆没办法看到同学写的怎么样 如果有任何改善意见 直接留言在下面即可 这边都会及时做出回应跟改善 那么下次的话 就会进入 Kaki Kukkeiko的咖行 敬请期待 谢谢你收看我的影片 如果想要看到更多关于学习日文的诀窍 欢迎按赞订阅小铃铛 我的频道 我是腾圆 ではまたお会いしましょう